欢迎来到KK音乐 前段时间 各大卫视平台的晚会接踵而至 各路明星也是你方唱罢我方登场 其中耐人寻味的一幕 就是自1月份未婚生女事件发生后 双双出动的华晨宇和张碧晨 难得隔空同框 要知道 当初两位未婚生女事件的精彩程度 堪比近江文学照进现实 而当时关于两人的风评也是天差地别 华晨宇一方 不仅没有受到多少苛责 依旧风生水起 反观带球跑的张碧晨 却被指责高攀华晨宇 事业也是一度停摆 然而在事件发生的近一年时间里 张碧晨的反击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猛烈 狠狠地报复了他的前任 实力证明了那句话 最好的报复就是离开你之后 我过得更好 当年被朝企图携女入豪门 高攀华晨宇的张碧晨 如今的发展却大有霸平之势 无价之解 解救世豪门 似乎也逐渐印证在了他的身上 单单是2021年一年 张碧晨就参加了五档综艺 这个数量在歌手当中 已然算是高产大户 他不仅在《为歌而在》 《谁是宝藏歌手》等节目中 一盏歌喉大显实力 更是在《中国好声音2021》中 摇身一变成为导师之一 完成了从选手到歌手 再到评委的华丽转身 而这一年 张碧晨的歌曲《光的方向》 成为各大励志视频的BGM 吕灯热歌榜单 由他改编填词并演唱的新歌 Interseller表明态度女王范儿十足 在第三季《我们的歌》中 他与肖敬腾的合唱版本 更是燃炸全场 不得不说 事业心全面蹦进 好好营业的张碧晨 果然反转逆袭 而与张碧晨后来居上的状态不同的是 起初占有有力地形的华晨宇 尽管《生女事件》对他本人产生一定影响 但不足以撼动他歌坛《小天王》的地位 不过随着时间推移 华晨宇却呈现出后劲不足的态势 不仅全年综艺几乎只有王牌对王牌第六季一档 而在节目过后 他似乎也一直没有动静 虽说作为一名歌手 需要时间和环境进行音乐创作 然而相比于前几年的高产 如今的他似乎很少推出新歌了 对于身为创作型歌手的华晨宇来讲 这显然不太正常 毕竟同期的许多艺人都在陆续发新歌 即便没有音乐作品 像是白举岗等人也在综艺或者影视领域发力 而他的工作室的社交平台 也不如从前更新那么频繁 整个六月份更是发出六月不公开行程的通知 没什么大动作 相比之下 华晨宇好像进入了身居减出的状态 过于低调了 回想当初张碧晨被朝高攀华晨宇 而今两人的发展却是棋风对手 甚至女方来势汹汹 只能说张碧晨这波反击着实打得漂亮 关于张碧晨和华晨宇定情于何时的问题 可以追溯到2015年 两人作为常驻嘉宾参加《游唱天下》时 节目中的两人互动亲密 空气中仿佛都弥漫着恋爱的气息 虽说一众吃瓜群众早就静待佳音 只等官宣 不过当媒体就此事求证双方工作人员时 女方辟谣坚称没有的事 而华晨宇方则自始至终都未正式回应 不过节目结束后 有眼尖的网友还是扒出两人之间暗绰绰的小细节 比如张碧晨曾被拍到包包上挂着小马的挂件 而华晨宇的生肖正好是马 华晨宇在出席某次活动时 佩戴的蛇形项链又恰好是张碧晨的属相 不仅如此 两人还被拍到曾佩戴同款情侣戒指 如此多的巧合 也不免引来多方猜想 而后来未婚生女事件发生后 回看这些细节 只能说网友找茬的能力实在太强大 而在生女事件发生后 张碧晨曾一度被冠上高攀的骂名 部分网友认为 他是想要母凭女贵一步登天 尽管这样的说法属实伤害到了 刚为人母的张碧晨 但说起两人之间的距离 也并不是无迹可寻 毕竟虽同为选秀冠军出身 但从未婚生女事件发生前 两人的发展状况来看 当时两人之间的差距还是很明显的 作为歌手的 华晨宇的商业价值和吸金能力 简直令人炸舌 作为天鱼一哥 当之无愧的摇钱术 华晨宇凭借一己之力 几乎扛下了天鱼一人收入的半边天 2017年 天鱼全年一人经济的收入是2.57亿 华晨宇自己就贡献了9114.13万元 天鱼给到他的分成高达4100万元 天鱼传媒收入稳定 华晨宇功不可没 而在天鱼传媒前五大供应商里 华晨宇的东洋横店 华开剑鱼影视工作室位列第二 也就是说2017年他拿到了4758万 可见华晨宇年入过亿的传闻并非空穴来风 作为歌手 发专辑开演唱会等方面的营收 华晨宇同样是一记绝尘 他的火星演唱会门票更是一票难求 即便转战鸟巢连开两场 歌迷照样抢不到票 有数据显示 华晨宇新世界专辑销量累计超过173万张 细网易云音乐2020年榜销量冠军 代言方面 仅仅是2020年 华晨宇就新增14个代言 设计衣食住行 其中不乏诸多一线大牌品牌 当初华晨宇代言沃尔沃后 盲定金额超9亿元 他的品牌热度指数更是高达99.66 综艺代言接到手软 而他的带货能力也是不容小觑 早前他和艺术家联名推出的潮流公仔 火星鼠 火得简直一塌糊涂 本司甚至不惜花高价才能抢到 虽说围绕在华晨宇身上的非议从来没少过 可这超强的袭击能力 也成了你看不惯我还打不死我 这句话的真实写照 即使是《生女风波》过后 华晨宇相较之前低调许多 在事业方面全身而退 资源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综艺代言依旧正常进行 录制的综艺节目《王牌对王牌》正常播出 镜头没有丝毫删减 在代言了欧龙后 华晨宇又成为了梅科菲 中国首位全球品牌代言人 他升级为雪碧全球品牌代言人的时候 全网热度峰值高达88.54 互动声量达32万 好消息接踵而至 今年3月 华晨宇升级为李宁运动时尚产品全球代言人 如华晨宇一如既往风生水起不同的时 《生女后》的张碧晨的状况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早年在获得中国好声音冠军后出道的他 一度占领了内地影视剧OST女王的宝座 年轮、梁梁等金曲的刷屏也让他再一次出圈 而在出道后的几年里 张碧晨几乎全年无休 行程没有空档 单单是2017年一年 他就参加了七档总益 便如此 在商业价值和吸金能力这两个板块 张碧晨与华晨宇相比还是略逊一筹 根据后来张碧晨的字数 不难推算出 他大概是2018年秋天发现怀孕 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 张碧晨的事业发展肉眼可见的放缓 2018年最后的大型活动 是担任金英卡通中国新生代第五季节目的导师 自此之后 张碧晨便再无常驻综艺节目 而从当时粉丝晒出的形成单来看 直到2019年4月底 张碧晨才开始有公开录制活动 近五个月的闭关时间 现在看来应该就是产女后的修整 而他在2019年全年参加的综艺数量也是骤减 没有一档常驻综艺 这与之前每年至少一到两个常驻综艺 以及诸多以飞行嘉宾形式参与的节目 形成鲜明对比 长时间的消失也让张碧晨的商业价值和收入缩水 他2019年的全年收入比2018年下跌82% 减少了几千万的收入 虽说张碧晨的商业活动和价值在2019年断崖式下跌 但他仍然是灿兴经济业务创收最高的艺人 不过从各个数字来看 张碧晨在2018、2019两年收入的总和 才大抵持平天瑜在2017年给到华晨宇的分成 而且在2021年1月公布《生女》消息后 张碧晨至少有五个节目被砍 镜头被删 作为内娱新生代理 少数有作品有唱功的女歌手 张碧晨早就被主流媒体认可 登上各大晚会表演已经是很常见的事了 然而自从官宣《生女》后 原定他在文联晚会上演唱的节目 《英雄赞歌》被谭维维代替 多档节目惨遭一剪媒 而在解释《生女》缘由后 张碧晨曾46天未曾更新过动态 一系列事件的发生 大家难免猜测 当时的张碧晨因未婚生女被低调封杀 她的事业可能已经糊了 不过俗话说 三十年何东三十年何西 尽管未婚生女事件发生后 张碧晨一直处于舆论被动一方 貌似损失巨大 但随着时间推移 却发现张碧晨的反击可谓是杀人诛心 2021年算是华晨宇发展最难的一年 虽然表面看起来 她并未受到事件影响 要知道 话题的存续时间可是相当长的 大批粉丝脱粉 回彩的情况比比皆是 当时的一句 是的 我们有一个孩子一句话带过的态度 让很多人指责她没有责任感 虽然事后发了长文解释 不过后来传出 她的粉丝攻击张碧晨高攀 邪女威胁 这也让无数路人哗然 而真正打脸 华晨宇让她有苦难言的 竟然就是她自己曾经的言论 要知道身为一名90后歌手 华晨宇的音乐天赋的确出众 加之此前 她一直对外树立 懵懂可爱 单纯的人设形象 所有人都觉得 她一心扑在事业上 压根没时间谈恋爱 在参加综艺节目的时候 更是和女嘉宾保持距离 在明日之子的采访中 华晨宇还一脸羞涩吐槽 杨幂裤子太短 一副禁语系老干部做派 早前接受采访时 华晨宇更直言 自己身体很保守 非常保守 在被问到大尺度问题时 还惊呼太可怕了 可事实呢 华晨宇直接就放大招 完成了从男孩 到父亲的身份转变 未婚生女直接戳破了 她苦心经营许久的单纯人设 对于粉圈而言 人设崩塌就等同于偶像失格 粉丝感到受骗 自然慢慢就脱粉了 只能说明星言论 还是要三思而后行 否则日后被挖出 惨遭打脸 也只能打掉牙或血吞 有苦难言 就在华晨宇连续三十天未回归 整个六月份无形成的时候 反观张碧晨这边 却是事业回暖 一路走高 一个独立自强 不靠男人的单身母亲人设 也顺势形成 其实对于明星而言 恋爱生子一旦曝光 势必会影响前程 更何况是未婚生女 虽说消息刚一曝光 张碧晨受到了不少质疑和争议 但细细想来 她才是忍辱负重 在2018年 张碧晨在发文中一句 不要给别人添麻烦 更可感知到她的苦心 言语间将所有过错归于自己 处处替华晨宇着想 将她撇得干干净净 一个人默默承受一切 既没有拉踩对方 也不愿蹭男方热度 相比之下 张碧晨反而显得更有担当 而今的张碧晨 事业心全面起飞 加上团队的规划 完全就是一副独立女主 好好搞事业的姿态 今年3月 张碧晨一袭白衣 亮相迪奥活动 整个人神采飞扬 历魄事业受挫传闻 正式宣告自己 即将正式上线营业 而后紧锣密鼓地 参与到为歌而赞的录制 7月份更有 《谁是宝藏歌手》 《草莓星球来的人》 《中国好声音2021》 三档节目并行 9月初 有网友在社交平台 晒出张碧晨在上海音乐学院 开讲座的现场视频 瞬间引发热议 被网友大赞 清唱实力太强 当初被质疑高攀华晨宇 可时至今日 有唱功 有颜值 有实力的张碧晨 又何须依附任何人 离开对方过得更好 这是张碧晨的态度 也是最好的反击